不好意思打擾,請問你平常會在家裡自己下廚嗎? 簡單的煮飯、煎蛋、炒青菜會啊 先生先生不好意思,請問你平常在家裡會自己下廚嗎? 對啊,我平常習慣自己馬上回來吃 小姐不好意思打擾了,請問一下你平常在家裡會自己下廚嗎? 不太會,我自己住外面,所以我有習慣下廚 最近網路上有出現一個幫你出肥好的後切牛排 號稱買回家,你只要會翻面 就算不會料理,也能端出完美的五星級牛排 甚至也不用調味 這麼好? 已經用了橄欖油、海鹽、迷迭香先醃製好 你願意跟我們回去挑戰看看嗎? 挑戰成功,就送你十塊後切酥肥牛排 嗯,可是我不太會料理耶 可以幫我打馬賽克嗎? 失敗很丟臉 好啊 哇,這是來真的啦 我這弄第一隻煎牛排耶 那我可以放一下包包嗎? 我可以啊 那我現在要來看牛排囉 超厚,真的超級厚 你看看,肉超厚的 我們商品頁上面有教學可以看一下喔 好喔 將牛排退冰後放至於五十到五十五度的水溫 附熱至沒有冰涼的感覺就可以囉 拆開包裝後擦乾牛排血水 高溫熱鍋後就能放進去煎了 上下左右四面各翻煎二十秒 再靜置兩分鐘,就是五分熟度囉 如果想要再熟一點 可以上下面各煎二十秒 一樣靜置兩分鐘 就是七分熟 哇,看起來好像滿成功的喔 真的嗎? 對啊 那這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功呢 哇,這麼大片 怎麼樣,可以吃嗎? 可是我要給你面子 真的是很好吃 熟度剛好 酥肥過牛排 又特別軟嫩 真的假的 那我可以吃一塊試試看嗎 好 嗯,這好好吃喔 蒜泥挑戰成功 得到 那一塊試試看嗎 也會在一起 走